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炸Fpv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泰迅的Insta360 GO2的保护壳 我这个是白色的款式,跟GO2的相机蛮搭配的 另外它也有黑色的款式,可以给大家选择 首先整体的重量是29.7克,不要底座的话是12.2克 比起我的打印键还是重了那么丢丢 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有更好的边框保护 但是前面就完全裸露没有一点的保护了 在保护壳里面做了一些弧度的设计 可以把相机贴得更紧,不让相机那么容易飞出来 安装方式的设计是从后边相机斜斜的推进去 然后侧面的卡扣来锁紧 感觉这个设计挺容易安装的 但是如果猜出来可能就麻烦一点 要么你就按着开关键推出来 要么你就按着相机镜头推出来 可能厂家也意识到这一点 附加赠送了一个镜头抹布 可以让你隔着抹布按住镜头推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在镜头上面留下指纹了 保护壳在日常使用还是不错的 如果在穿越机上面使用的话 感觉还差那么一丢丢 因为前面没有一点的保护 如果炸机的话会怕不小心炸烂了开关的按钮 下面的裸孔是跟gopo的配件是一样的 所以你有gopo的配件的话 那么就可以组合一起来使用 不用再另外购买新的配件了 个人感觉这个配件如果你一般车载使用 或者日常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拍一些运动或者极限运动的画面的话 那就可能有把你的相机炸掉的风险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